大家好,今天做个炒麻食 一碗面粉中加少许的盐,用凉水和面 调成面絮,揉成面团盖上盖子饧面两分钟 把面团做到三揉三醒,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再擀成薄饼,切成条 搓成细长条,再分成小段 放在手心搓成面鱼的形状 然后放到麻食板上 做出各种不同的画样 水开下入做好的麻食 煮至飘起熟透,捞出过一下凉水 油热放一勺皮线豆瓣酱,葱花,蒜片炒出香味 再放自己喜欢吃的配菜,翻炒断生 加盐,鸡精,十三香,味极鲜 蚝油翻炒均匀 放入麻食 翻炒均匀出锅 如果您家宝宝也挑食,你就变着花样这样做 宝宝特别喜欢,赶紧收藏起来,试做一下吧